歡迎收看游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集要介紹一些這個等差數列的計算的技巧 技巧其實之前已經教很多了 那所以我們到這一集來跟大家講的東西 就不一定說一定要會 只是說一些特色讓我們看過 所以以後在題目裡面如果看到某一些有特色的描述 就可以想到那其實是怎麼樣喔 這樣子 來看一下 當我們發現一個等差級數加到某個地方會是0的時候 那代表什麼意思 那這個代表其實是代表這個等差級數加到這裡會是0 代表它的等差中向是0 代表它左邊跟右邊其實是一陣一附的 不知道誰陣誰附都有可能 所以寫對稱 然後我們來看下面這個情況 如果你等在一個等差級數 就是一個等差數列裡面 我加到某一個數字最後的核跟加到另外一個像素 加到的核會是一樣的話那代表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現在加到這裡 OK 這是AN 加到這裡跟加到這裡的核 竟然會一樣 那一樣的道理嘛 你這個是等差數列的話 你把這裡切掉 後面這裡一樣會是等差數列 所以其實呢 它就是告訴你說這個裡面的中向也是0 那 就我要提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等差數列的這個像素不一定是奇數 所以它不見得有中向 不見得真的有那一向 但是就是說它的中間那一個位置是0 它假如沒有的話就是最中間兩向的中間 會是0 所以一樣這邊會是對稱的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我們會發現 如果SN會等於SM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這個地方就是0 那也沒有什麼好特別要去一定要背的 但是就是讓自己留意有這個情形 那我們前面有教過 有一些時候這個AN如果是0的話 我們不是說 如果AN是0的話 我們不是說它這樣子它前面跟後面會對稱嗎 對不對 那所以說AN是0的話 它前面加到AN 到它後面這裡 就會合起來就也是0 也就是說 這樣子我就知道這個 它的等差極速S 2N-1 到這一項的話就也會是0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們還會再另外知道一件事情 這兩個 分開來 這是 1 2 第二點呢 第二點呢 我們還會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AN是0的話 其實你加到它的前一項 跟你加AN 跟你加到DN項 就會是一樣的 這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說如果有兩項是一樣的 那這樣他們中間會是0嗎 可是如果這兩項就只差1呢 如果他們就只差1 結果他們兩個還會一樣 那就代表說其實中間這個地方是 就是最後的這個就是0 它加了0 有加就跟沒加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計算的時候要留意這一點 比如說它題目可能會問說 加到多少總和是100 那有可能是 加到多少總和會是100 那你比如說算出來可能是9 那你要留意是不是10 或者是 如果A9本身是0的話 那其實加到A8也可以 或者說如果A10是0的話 那加到A10也可以 那就思考這個情形 來 接著再來教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的DAN項 DAN項 它其實就是SN去減掉SN-1 這沒問題 就是說 一路一直加 從A1一直加 加到A10 那這樣子加起來是S10 如果我只加到A9 這樣是S9 所以其實A10就是S10-S9 就這樣 AN DAN項 DN項 它就是 SN減掉SN-1 一路加到這裡 減掉一路加到它前面那一個 就是剩最後這一個 這樣 那同樣的道理 這個D DN項到DM項 其實這個我們用想的 D1項到DM項 如果我要的是DN項到DM項呢 那就是把前面減掉 但是因為DN項我要留著 所以我其實是把它到DN-1項減掉 所以的話 這樣子的結果會是SM去減掉 注意這裡是SM-1 N-1 它不是SM-1 SN 是SM-1 因為它DN項是要的 所以只減到它的前一項而已 那這個也不需要 一定要去背這些符號 因為這些符號背來背去都搞混 也沒有必要 但是就是讓自己吸收這個想法 吸收這個想法 如果S5是7 S8也是7 請問S13會是多少 再來 有一個等差數列 前十項核是30 次十項核是-10 那麼S30 就是加到第三十項核 會是多少 這個所謂次十項核 就是第十一到第二十項核 是-10 大家來想想 我們上一集講到王安石 說他這個不法前人法上國 我們上一集寫法 那事實上應該寫法 法就是學習的意思 施法 學習 不學前面那個朝代的人 我要學很久以前的聖人們的做法 但是其實這個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實際上他自己有自己的改革的想法 他設置了三四條歷史 就是在原本三個主要的機關上面設置三個委員會 來去控管這三個機關 於是掀起了這個 新法跟舊法之間的爭執 那一直到他的靠山也就是神宗死了之後呢 神宗死了之後是傳給他兒子 他兒子折忠沒有錯 但是神宗死得著啊 神宗死的時候他媽媽這個高太后其實還活著 那折忠年紀很小 那說起來很奇怪 不是說好了要這個船長不船底嗎 結果也沒有 那於是高太后就垂簾聽證 就是折忠繼位但是她是小孩子 所以結果是她奶奶在管事情 那她奶奶不爽 晚安死已經很久了 為什麼呢 因為神宗不是改革前一個朝代的制度嗎 那改革前一個朝代的制度 你有沒有把你媽媽放在眼裡呢 你一直說你爸爸的壞話 說你爸爸的官員們的壞話 那其實你是不是其實也不爽你媽媽我呢 所以其實高太后她在神宗做心法的這個改革的時候 他其實是非常不喜歡神宗的 也不喜歡王安石 所以等到神宗掛掉了高太后全年聽證的時候呢 他就把王安石趕走 趕走之後就聘請這個救黨的大佬司馬光 來做這個領導者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整個儒學興盛 包括理學他們追求所謂內聖外王 也就是說你做學問 不只是自己做學問很有學問當個聖人 你還要跑出來幫這個皇帝治理好他的國家 以王道治國 所以這些讀書人就很喜歡當官 那這個司馬光呢 他就是在高太后的支持下 名為輔佐澤宗 實際上事情都是他決定的 因為澤宗那個時候年紀還蠻小的 那他為了要讓澤宗懂民事理 我跟你講 這個做人不可以像你爸爸這樣子 不可以像王安石這樣 他當然不敢批評前一任皇帝 他要讓澤宗明白事理 那他的做法很有趣 他不是直接把澤宗找來 就是念他 搞不好也有念 不知道 但是他安排 每一段時間就安排在這個朝會 這個安排在開會的地方 把所有的官員大官們叫來 排排坐 大家坐兩排 然後皇帝坐在最中間 他站在皇帝旁邊 做什麼呢 來來來 今天跟大家上一上課 我告訴你們古人的道理 所以他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幫這個小皇帝上歷史課 那這個歷史課我必須說 有點立場 他其實是想要利用這樣子 去影響小皇帝 讓小皇帝不喜歡新政 支持他的思想 那這個歷史課上課 就要有歷史課本 所以他就為了小皇帝製作了一本歷史課本 就是後來很有名的知智通建 所以他為什麼要 知智通建是中國第一部通史 他從上古時代一路一直寫 一直寫 一直寫 一直往後寫 到這個宋朝 他為什麼 為什麼司馬光 就是打破光的 打破綱的這個人 當然這個時候他已經老了 打破綱是他小時候的事情 為什麼司馬光他要去寫知智通建呢 不是基於無聊沒事 中國寫史書的人 除了他本身是史官 他爸爸是史官 他的工作就是寫史書 要不然就是像那個司馬謙 他有這個理想 但是他還是被關了之後才寫的 那遊歷各處之後才寫的 而司馬光呢 他其實他是為了要教小皇帝歷史 而幫他寫了一本歷史課本 整理了許多的歷史故事 所以智智通建很特別的一點 就是他裡面故事很多 他不像一般的史書 就是純粹記載說幾年幾月發生什麼事情 他裡面的東西都很有故事性 因為那是要給小朋友聽的 在他的任內 他就把王安石和王安石當時所啟用的人 我剛剛不是講到王安石的這個自治三司 條歷史 條歷史本身是太上皇機關 是委員會 所以他就會請了很多王安石自己的人 我要改革 你們三個部門不給我改革沒關係 我請我自己的人來做 來決策 然後你們乖乖聽話 照做就好 不願意做就換掉 他把三司架空 讓權力停留在條歷史上面 你就是裝在自己手裡 司馬光一上台 就把王安石的那些人趕走 包括支持王安石想法的人 他都不用 這個就是整個新舊黨證 越演越烈的時候 王安石 執政的時候 因為他大權在握 所以講黨真 言過其始 說穿的就是他一人獨大 對他一人獨大 他就決定很多事情 但是王安石在神宗死了 王安石倒台 司馬光上來的時候 就很明顯的出現這種 肅清鬥爭的行為 但也許王安石也的確趕了很多老人走 所以在這個時候 跟司馬光站在一起的 就有我們前面提到這個 唐宋八大家的蘇世三父子 還有惡臣也算是舊黨的 這個時候新黨就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人 和舊黨就明顯的對立 到後來王安石自己死了 司馬光自己死了 他死了之後 後來高太后自己也死了 死了之後 政權就回歸到澤宗手上 其實說穿了歷朝歷代的小皇帝都一樣 他都不喜歡一直管他的那個人 所以他其實不喜歡高太后 他也不喜歡司馬光 所以在他執政之後 他就把司馬光和舊黨的所有人全部扁走 那全部扁走又重新的啟用了新黨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所謂的新黨 就是把舊黨勢力趕走之後 他們就正式的去肅清 而且會說舊黨都是 不只是想法不對 他們會說舊黨是這個奸命 是壞人 這問題已經不只是 這問題已經不只是這個想法不一樣而已 而是覺得對方都是壞人 這個妖魔轉世這樣子 所以這個新舊黨針到這個階段好像看起來是新黨勝利 就是支持王安石新政的人勝利 可是事實上呢 經過這麼不斷的交互鬥爭的結果 就跟我們在探朝末年的時候講的一樣 就是你的朝局太混亂 然後就是鬥來鬥去鬥很兇 或者是說你我們探朝的問題是大家都在研究無聊的學問 那久而久之就會讓有能力的人不願意做官 或者說他就算做了官也會被扁走 因為有能力有想法就會有立場 他在黨針的過程中就會被扁出去 到了最後折中掛掉之後傳給他兒子徽宗 徽宗很有名的就是他寫書法寫得很好 然後很愛玩 可是其實徽宗剛繼任的時候他是有想法的 他是想要改革 想要解決這個黨政 但是結果沒有想到呢 就是那個新舊兩黨殺的火熱 包括後來不只是新舊兩黨 他們自己內部也殺的火熱 大家殺紅了眼 這個時候有一個和四老站出來說 其實我覺得你們不用爭 你也不算錯 他也不算錯 其實我覺得你們都有點道理 這個時候甲方就會說 什麼你既然說他不算錯 你有沒有搞錯 我覺得你的這種說法其實是非常不正確的 即便那個和四老是皇帝 他就會說皇帝你這種想法你要改 你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你這樣有一天你就會誤入歧途 你一定要知道對方其實他就是敵人 他們想法根本就不對 然後這邊 沒想到你既然認同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你的思想上有偏差 然後就會 所以要當和四老的人反而怎麼樣 當不成和四老兩邊不是人 就算了 你們吵吧 我是皇帝 我皇帝要當和四老都還當不成 你們要吵就去吵吧 那我幹嘛 我就在後花園玩吧 所以揮中他其實有想要振作過一陣子 那振作過一陣子後來也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他自己有點放棄的 同時我講到 新黨跟舊黨有能力的人都在這個內鬥的過程中流失掉了 那最後能夠留下來兩邊討好又討好皇帝的 那其實就是真的小文 就是那種很會講好聽話 但是其實事情都不見得會去做的人 所以到最後 後來為什麼後世的皇帝 後世的政治人物 他們很忌諱這個所謂的黨真 就是因為黨真到最後有能力的人 其實算是好人的人 互相鬥爭而流失掉了 留下來的都是爛人 那些爛人就會當官 當大官 因為他們夠爛 他們不怕說謊 他們不怕做錯事情 為自己開脫 然後他們不怕阿諭奉承 所以他們反而可以留在位子上 那到了徽宗開始說 启用的許多的 後來启用的許多宰相都 就是所謂的弄成 他就是這個人的存在 就是為了討皇帝開心而已 正經事根本沒有在做 我記得好像是李林甫 是李林甫 不是李林甫 那個 徽宗的某一任宰相 玩蟋蟀 鬥曲曲 鬥到寫一本書 假釋到嗎 鬥到寫一本書 教人家怎麼去 怎麼去養蟀群 就是蟋蟀 怎麼去養蟋蟀 然後有各種品種 不同的品種長什麼樣子 你要餵他什麼飼料 夏天要怎麼養 冬天要怎麼樣 如果怕他熱的話 不可以給他水喝 要用一個碗裝水 然後把區區的窩 放在那個水中間 讓他飄著 沒有的 如果生病的話要吃藥 他連區區的藥都有研究 那身為一個宰相 你在任內 研究區區研究這麼徹底 你覺得這個國家能夠不亡嗎 對不對 皇帝在忙畫畫 宰相在忙著養蟀群 就像我們今天如果總統的專長是唱歌 然後行政院長的專長是賞鳥 那我們就完蛋了 所以說 這就是宋朝的滅亡 死於黨真 鬥太兇了 那 現在很多年輕人關心公共事務 那關心公共事務 我認為沒有不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懂得自我質疑 我本來想要寫自省 省就是省思 但是我們一般講 事情好像做出什麼事一樣 或者不是這樣 就是說你要懂得 懷疑自己現在的想法是不是對的 不管你是哪一個立場 你都有可能漏想 不要那麼快速的判斷 別人一定是壞人 然後對事情要去思考什麼才是好的 不要這麼急著要去鬥倒對方 讓對方認輸 那 因為 畢竟說真的 鬥爭對這整個社會都是不利的 OK 回來剛才的問題 這個 加到第五項是7 加到第八項也是7 我們剛剛有說了 這樣子 A1加到A5 A6 A7 A8 為什麼加到後面也是7呢 就是因為中間這 後面這三項 其實合起來是0 那後面這三項其實合起來是0的話 其實 第七項就是0 那這樣子他要求S13 其實 S13就是等差中項就是第七項 所以S13就是0 那你說這種題目我一定要看得出這樣子才能解嗎 其實不是 為什麼 他給你兩個條件 我們的等差數量或等差級數的問題 只要給了你兩個條件 他就是充足的 你A1跟D都可以解得開的 我們用這個幾個A1幾個D去解 你還是會解出來 或者說你在解 解到一半 你就可能會發現這個A1加6D 或者他的倍數 結果是0 那你如果夠敏銳的話 你也會發現 那第七項是0 之類的 有一個等差數列 前十項合是30 次十項合是-10 這個我們下一集還會再詳細的介紹 在這裡先很快的說明 就是我的每一項 我這裡不是10項嗎 我這裡也10項嗎 我這裡面的每一項 都比前面這一項多10個公差 對不對 所以我的11比A1多10個公差 A20比A10也多10個公差 所以我這十項合起來 跟這十項合起來 總共會差100個公差 所以100D是-10-30是-40 同樣的其實 這十項跟這十項也 就是從21到30 這十項跟這十項也是差100D 所以也是差-40 那所以它在-40是-50 所以這十項是30 這十項是-10 這十項是-50 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就是正的30 所以A是30等於30 可以嗎 那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沒有抓到這種特別的想法的話 其實前十項合是30 大概寫 十 我們寫在這上面 十個A1加上55個D是30 四十項合是-10 從11到20這個十項 它也是十個A1 那它會有 你真的去算 你就會發現還有155個D 從10加到19 總共是155個D 這樣是-10 然後就可以起了D 可以嗎 上一集的作業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三個數列乘等差 有三個數字乘等差 它的核是135 如果最大最小兩數比是3比7 我們在這裡把等差跟比例拿來使用 等差A1 A1加D A1加2D 或者說這個 我們放中間 中間這個A2 A2-D A2加D 對不對 它說這裡是3比7 那它中間不是應該是等差中向嗎 所以中間應該是多少 5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可以去解A2加D是7R A2-D是3R 那麼A2會是 就可以算出來 一樣會算出來是5R 就等差中向嘛 所以等差中向是5R 那總共就有多少 3R 5R 7R 15R是135R R是9 所以最大數 9乘7是63 這是答案 可以嗎 一樣是上一集的作業最後這裡 1個等差數列總共9項 前5項的核是13 後5項的核是-23 求第5項 那這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來 前5項 123 4 5 後5項 123 4 5嗎 我剛畫不下了 那 那不只是我畫不下 其實也不應該有 因為他總共只有9項而已 123456789 你再畫下去就10項了嘛 所以其實前5項啊 其實這個前5項 在這裡1到5 後5項其實是 又把它算了一次 那這樣子的話到底會是多少呢 他問第5項 留意一下這樣子我到底有幾個第5項 一個 兩個 我是第5項算兩次 但是事實上這兩個也是 兩個第5項啊 這兩個也是兩個第5項啊 因為他9項嘛 第5項剛好就是等差中項嘛 對不對 所以本來 一個等差數列9項如果全部加起來 會是9個第5項 因為他是等差中項 那現在他要把第5項算一次了 所以其實他總共有10個第5項 是13-23是 所以第5項其實是 除以10 除以1 可以嗎 這是這一題 那這是今天的作業 想一想 想一想 是不是等差數列 後面的這個也是 沒有要算 想一想他是不是等差數列 為什麼 要為什麼 不要亂猜 那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谢谢大家